老师,你上次给我的一篇就是用于Workspotor 就是一个用于机器人操作的一个可组合3D地图与语言模型 也就是说它是将一个大语言模型和一个视觉语言模型 然后相结合去实现一个操控机器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相关论文 主要是通过四方面去介绍 第一就是大语模型具有很丰富的一个可操作的知识 然后可以以一些推理和规划的形式 然后用于一个机器人操作 虽然就是目前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很多还是依赖于一个预定义的一个运动运动机缘 一个motion primitive 然后去执行一个与环境之间的一个物理交互 然后这是一个目前主要的一个瓶颈 其实意思就是它就是大多数还是依赖于区域训练一个 区域训练就是机器人的一个固定的行为 然后来实现一个物理交互的 然后这边问问去研究了机器人动作之间的一个抽象语言指令的一个基础问题 之前的工作去利用一些词语词法分析 然后去解析指令 而最近呢就是语言模型被运用来将把这个指令去分解成一个步骤的一个文本的序列 然后为了实现与环境之间的物理交互 现有的方法就是通常去依赖于一个手动设计 或者是预训练的一个运动员语 就是motion primitive 然后这些原因就是可以由大语模型或者规划去调用 然后这边论文的作者他们注意到就是大语模型不可能直接在文本中去输出一些控制动作 因为这通常是由高位空间的一些高频控制信号来驱动的 然后他们发现的是大语模型擅长去推断语言条件的一个启示和一个约束 然后通过利用就是大语模型的一个代码编写能力 然后可以编排去感知调用和速度操作 然后去组成密集的一个3D value map 就是3D体速图 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视觉空间中 就是例如说就是给一个指令去说打开上面的抽递或者是注意花瓶 然后可以提示一个提示大语模型去推断就是怎么做 第一首先去抓住把手 第二就是把手往外平移 第三就是要注意的事件就是机器人要远离那个花瓶 然后当就是通过这些文明表现的时候就是 大语模型可以去生成一个python代码去调用感知的一个API 来获得相关的一个对象或部件的一个空间几何信息 然后最后去操作一个3D体速要素去 规定观察空间中相相关位置的一个奖励或者成本 然后最后去合成一个指引社 然后作为一个作为运动规划的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合成所给的指令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轨迹 而不需要因此就是他这篇文章就是也是一个是一个zero zero shot的一个合成的一个机器人的轨迹的一个方法 然后去不而不是需要去为每个任务或者是大语模型提供额外的一些训练 那这个说白了其实还是用大语模型生成代码 生成半分代码 它其实是因为在复杂的 这个文章其实我自己也去看一下 就是本质上我简单看过 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在复杂的机器人空间里面 其实其实还是需要用代码来这种方式来执行 其实除了这种地方包括图像处理 我发现也是这样 图像视频这些复杂信息里面 如果说先把大语言模型转把这个任务啊 转化为一个代码 然后代码来执行的话 它的性能会变得更好 整体都会变得更高 然后他们提出了这个worksposer方法 然后就是从代码模型中去提取一些功能和约束的公式 然后可以在一个3D的观察空间中去组成一个Vox Value Map 然后去指导就是机器人与环境检体一个交互 然后通过将他们集成到一个基于模型的规刀空间中 然后通过模型预测公子MPC 然后去演示了一个闭环执行 然后这个模型预测对外部的干扰就一定了妄想 然后进一步展示了就是怎么样去从有限的一个在线的一个交互中去获益 然后进而去有效的去学习以及丰富的去接触交互的一个动态模型 然后它的贡献主要是提出这个worksposer方法 然后就是不需要一个额外的一个训练 并也可以推广到一个Open Set Instruction 开启指令集中 然后最后第二点就是他们使用这个这个worksposer 然后去来表示任务任务目标 然后去证实了在核证轨迹可以通过在 可以通过在可以通过MPC就是模型预测控制在B环中一个文件的一个执行 可以用于一个模拟和现实环境中的一些操作的任务 第三就是去展示了它这个适用性 然后然后就是通过有效的学习动态模型 然后仅从一些有限的数量得在交互中受益 然后一些就例如就是给它规定一些小任务 就是在学习在三分钟内去用杠杆把门把手打开之类的一些例子 然后这个是主要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主要的框架也是就是构建了一个大眼模型和一个视觉 视觉圆模型 然后通过大眼模型最指令的一个分析 以及最指令的一个解码 然后去提取出 然后将一些指令 然后去分解成一系列的一个 一系列的就是实现这个指令的一个步骤 分成步骤 然后对位为一些步骤生成一个代码 然后然后去实现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规划轨迹的一个合成 然后视觉圆模型的话 主要是从主要是构 主要是构建一个3D 3D better map 然后在视觉方面为大眼模型提供一些信息 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首先就是介绍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将语言指令去给它落地化 然后就是 语言指令可以用作一个组合目标规范的一个工具 然后用于训练动模态表示的一个语言毛 然后这些研究主要是主演于一些词法分析 或者是图形模型来解释语言指令 然而最近就是端到端的学习 在一些离线的领域的成功应用得到了一些推广 然后通过带有一些 通过带有语言注释的一个 从语言注释的数据中学习 然后从模型学习 模仿学习到强化学习 然后直接去应用到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交互领域的地面语言指令 然后他们是依靠预训练的一个语言模型去获得一个开放世界知识 并且在3D中处理一些更具有挑战的一个机器人操作 第二就是用于机器人的一个Longuage Model 然后为了使语言模型去感知一个物理环境 然后可以给出场景的一些文本描述 然后或者是感觉到API 可以在解码过程中去使用一些视觉 也可以直接作为动物态语言的一个输入 除了感知之外 然后他们要真正的去连接一个感知到行动的一个循环 嵌入的语言 就是还必要知道怎么去行动 这一般是通过于定义的原语库进行实现的 虽然就是带有模型被证明能够组合顺序策略的一个逻辑 但是还是不清楚就是组合是否可以在这些空间中进行发生的 然后一些研究也是探索了在奖励设计和强化学义 以及人类偏好的背景下去使用大野模型进行的 奖励规范的研究 相比之下 然后这篇文章去更专注于机器人的3D灌张空间中 然后去建立一个大野模型产生的奖励 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对操作任务会更有用 第三点就是一个 Learning Based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然后就是 其实也就是说 他们去实现了一个 把这个整体的目标去认为 设定为就是去学习 就是去学习的一个路径优化问题 就是去合成目标也就是合成机器人去 呃机器人去达到一个目标的一个轨迹 以及一些动作 然后呃机器人工作其实探索了 利用学习方法 然后进行一些轨迹的优化 然后他们可以分为学习模型的和学习成本 或者奖励或约束的 然后这些数据一般是在就是域内进行收集的 为了为了就是在野外实现一个泛化 就是扩大模型的一个泛化能力 呃一系列的平行工作就是已经探索出 在大规模的离线数据中去学习 呃任务的规范一般 特别是呃地引成或者是预训练的基础模型 呃然后将学习到的成本数 去应用到一个强化学习 模仿学习或者是轨迹化 然后最后去生成最终的机器人动作 然后在这篇文章中 他们将大约模型用于一个野外成本的一个规范 而不需要在域内进行交换数据 呃 并且他们就是具有更好的一个泛化能力 与之前的一些基础模型的功能枪比 他们直接在3D灌篮空间中呃地面呃地面化成本 然后呃有有实时的一个视觉反馈 然后能够使得他们这个模型 VoxCloser呃适用于执行强大的一个闭环MPC 呃这是他们这个呃整体模型的一个框架 呃框架以及概述就是在给定的一个RGBD的一个观察和语言指令 然后由大约模型去生成代码与一个以视觉语言模型进行一个交互 然后生成一系列在机器人的观察空间中的一个3D可共性地图和一个约束地图 然后统称为一个统称为是价值地图 价值地图 然后第一点就是组组成的价值地图 然后作为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去用于就是运动规划去合成机器人操作的一个轨迹 然后第二就是主要过程就是不涉及任何额外的训练 就是 然后看一眼看一眼这个这个overview啊 它上面上面这个是camera 它是有两个camera相当于拍下来 然后vision language model 不过下面这个open top 哦这个是语 它是任务是吧 这个是文本输入 就是文本输入 然后大约模型直接把它生成了一个代码 这个python代码 然后这个python代码和vision language model进行交互 然后一步步去执行 对吧 先生成了affordable maps和constricted maps 就是反正生成了两个图吧 对 我理解的就是affordable maps 就是呃主要是为 affordable maps主要是应用于就是处理它的目标 目标就是为了就是因为它要打开那个抽底 然后它的former maps主要是应用到一个呃目标区域 然后constricted maps就是就是说一个限制性的约束性的 就是你要在实现过程中要避免一些 就是要要避免这个碰到花瓶什么的 然后这属于一个约束性的地图地图 然后后面就开始motion planning 对 不是要路外去 ok明白了 你再往下看 然后后面然后具体来做的话呃主要分为四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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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 首先就是将这个box poster做一个优化问题的呃优化问题 然后将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公式化 第二部分就是去介绍怎么样去呃如何使用去roostingbox poster poser作为一个通用的一个zero shot一个框架 然后将语言指定去映射到一个三地值的一个地图 第三就是去展示如何在闭关中去合成这个机器人的操作轨迹 最后一项就是呃虽然就是box poster本子是就是呃我我查的是zero shot的 他的意思就是零零零样本然后就很常见对零样本 但是就是呃但我们显示演示了就是怎么样让box poster在在线交互学中心学习有效的去解决和接触一些丰富的一些任务 第一个就是先介绍一下他们将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公式化 就是例如就是呃上面的打开上面抽递 然后这个语言指定l然后根据这个l去生成轨迹可能会很很困难 呃他们更专注于将这个问题去分解为各个分解为一个子任务 分解为各阶段的一个子任务 比如首先怎么做其次怎么做 就是首先抓住把手然后拉开抽递 然后将其分解为不同的一个小指令l1l2 然后然后最后由呃由这个高级规划器呃 如就是大眼� selbst的基于搜索的规划器去给出这些呃分解为这些小小步骤 然后呃呃这这这片工作的联系中心就是呃为机器人去生成一个运动运动轨迹 并且由指令去描述每个阶段的一个操作 将TAU-IR去表示为由操作空间 操作空间控制器执行的密集 密集末端直升器的一个路径点序列 就是每个路径点就是相连的最后统一的去合成 这个机器人整个的一个运动轨迹 然后将这个其实是优化成了一个 作为一个优化问题进行一个公式化的 然后下面就是它所表示的这个 将这个问题的进行的公式化 T-I其实表示就是一个动态环境 T-I就是动态环境 TAU-IR就表示一个机器的一个运动轨迹 然后C-T-I去表示了一个在相关的一个动态和动态学的一个约束 就相当于一个空间约束 然后他们这个整体公式是要在这个约束下 然后进行的 F-TASK去是表示就是T-I完成就是指令的一个程度 然后F-Control就是具象化一个控制的成本 主要是其实也就是想去实现一个最小的一个实现的优化 它这个机器人在合成路径这个路径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成本 把它把它作为一个这样的公式 然后第二点就是GroundGroundLongary Instruction VoxPoster就是通过一个VoxPoster这个模型去实现 也就是实现就是语言指令 然后对于自由形式的原理其实是去计算他们的一个F-TASK 就是实现指令的一个程度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因为就是语意语意来说就是可以传达 语意语言不仅可以呃呃可以传达的空间丰富 而且因为就是缺缺了标记的一个呃呃一个呃呃 环境信息和一个机器人数据呃 但是他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观察结果 也就是说机器人呃在机器人的一个观察互相中 大量的任务可以用一个呃呃体体素质地图 就是VoxVolomac呃去表征 然后这个地图主要去引导就是场景中的一个呃感兴趣的实体的呃运动 这感兴趣的实体也就是呃 例如就是机器人末端的一个执行器 或者是物体或物体或者物体的某一部分 然后然后他们把这个感兴趣的实体比较表示为E 然后它的轨迹表示为t'I'E t'代表这个轨迹I代表就是某阶段 E代表这个呃物体实体 然后对于给定的一个指令 然后使用一个呃个体的体素质的映射 然后通过累加E便利 便利VI 然后来近似 近似Ftask 然后它的形式是右边那个图 然后P的位置主要是 物体E 在它们之后 它们所分的第几步的 一个离上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然后就是说 就是通过在 互联网规模的数据上 然后它们快转到 大圆模型不仅能够 识别感兴趣的一个实体 而且还能通过编写Python程序 然后去准确的反应 任务指令的一个指令设 具体来说就是当指令作为 代码中的注释给注释 可以提示就是大圆模型 第一点就是可以提示的内容 就是第一点去调用API 来去可以去获得 一个相关对象的一个空间几何信息 第二点就是 生成一个Numpay 来进行一个操作 他们这个3D空间的一个3D素组 第三点就是在相关位置去 规定机械的值 然后他们将整个这个方法去 称为一个Vox Sponsor 然后具体说就是他们的目标 就是通过提示大圆模型 并且通过Python的解释器 来执行代码来获得一个 提速值的一个映射 然后就是OT代表的就是T时刻的一个RGBT空间的一个观察值 然后I就是当前的指令 第三点就是ZeroShort 就是合成一个基于ZeroShort 用就是Vox Sponsor去合成一个基于ZeroShort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轨迹 在获得就是任务代价之后 然后他们可以解决就是上面 放层一的完整性问题来去规划一个 去规划运动轨迹 然后使用简单的一个临界优化 然后优化 并且随机采样轨迹 根据他们体重目标 然后对他们进行评分 优化在就是模型的预测框架中去进一步实现 然后这个框架去使用的是当前观测值 在每一步去每一步的迭代 然后重新规划规划 轨迹 然而就是因为就是由于就是Vox Sponsor在观察空间中 去有效的提供了密集奖励 然后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每一步重新规划 然后他们发现就是即使就是使用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基于启发式的模型 整个系统也是可以实现本工作中考虑的一些操作任务 这因为就就由于在感兴趣的时期 不一定非要是机型或者是也可以是物 或者是所要被执行的物体上 定义了一些值的映射 因此他们还使用了动力动力学模型 然后来找到所需的所需的机器人轨迹 然后去去最小化的一个任务成本 最后一点就是一个 Efficient Dynamic Learning with Online Experience 就一个有效的一个动 在一个在线的一个动态学习 具体来说就是考虑到考虑一些标准设设置 然后其中机器人就是在收集 收集环境转换数据 就是OTAT和O加ET 就是OT代表的是十年T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观察 AT就是MPC就是Motion Predict Control 第二就是通过最小化的下一观察值OT加1和真值之间的一个损失L2 去训练一个由THETA参数化的一个动态模型 GTHETA之间一个交替 决定动态分布模型的学习效率的一个关键阻容部分 就是MPC MPC中的一个动态采用分布 然后将AT和OT进行一个采用分布 然后这个分布是通常是在一个全动作空间 A上的一个随机分布 由于就是VoxPorter使用的大运模型去合成机器人轨迹 然后这些模型就是会有会有就是比较丰富的一些常识知识 ZeroShot合成的一个轨迹 Tout2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一个鲜艳来去偏制 偏制动作采用分布 然后这样可以加速一个 加速这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演示了他们那个 呃一些就是实行的一个过程 T代表的是某个时间点 然后他在哪个动作 然后给他的指令 然后去执行相应的一个任务 等待待待我看完 TheBotten2 等待我没看完 好的好的好的 TheBotten2Row MotionCaseTask Is the Robot and Mod 来说 And the effector TheBottenmost task 最底下的这个是吧 Involves two phrases which are most Or processed by WrangeModel 他在说什么 就是说就是 呃最后就是最后一行就是他 呃代表的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呃首先将他从那个面包机中一个取出的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就是呃把它放到那个案板上的阶段 把它那个分成一个阶段化的一个任务 OK 好的好的 走一下看 呃 program 呃 program program就是负责一个独特的功能 例如一些处处理处理就是感知调用的 然后他们自己去使自己使用的使用的是来自openAIAP中的openAIAP中的一个GPT4 然后第二就是他的视线语言模型和他的perception 呃给定来自就是大约模型的一个对象或者部件塔 他们首先去调用了一个开放词汇检测器 然后OWRVIT 然后去获得一个来自获得一个编解框 然后将这个将那边境框去呃呃呃反馈送 反馈到一个segment anything 然后去获得他们的获得研码 并且使用一个视频跟踪器呃 xmanxman来来跟踪研码 然后利用一个跟踪研码与RGBRGBD的一个观测相结合 然后去共同重建一个重建目标 或者是重建他们某个部分的一个点云数据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Value Map Composition 就是他们定义的呃定义的下面的一些直径设类型 就是第一个就是affordance 第二个就是avoidance 然后还有一个under effect of velocity velocity 然后还有under effect rotation and grip reaction 每个就是不同类型去使用不同的一个语言模型程序 然后他接受的指令并输出形状为就是呃 他的一个100100100还有一个k的一个提速地图 然后k其实呃对于每个整体都是不同的 k主要是呃我的理解就是k主要代表的就是不同的一个类型 然后他们将这个欧式距离然后变化应用到一个供给的映射 然后高斯利波应用于一个回避映射 然后在直地图lmps上 然后他们还定定义了两个高级的呃呃语言模型程序 然后去携带他们的行为呃 规划器去接受接收用户指令作为输入 然后并且输出一系列的一个子认武将这个指令进行分解 然后去输出一系列的子认武 而组合器去接收子认武并且定用相应的直直地图lmps 进行详细的一个语言语言参数化 呃第四部分就是motion planner 就是一个动作一个规划 在规划器的优化中 就是只考虑一个可遭的性和一个避映图 然后使用的是贪婪搜索 然后去找到一系列就无碰撞的一个目标执行器的位置 然后通过剩余的一个指令设 然后在每个位置上去强制执行其他参数化 运动规划使用的成本读 是规划的可遭的性图的一个 可遭的性和避映图的一个加权和复制 而权重是二合一 然后生成一个生成一个一个就是六六 就六自由度的一个轨迹后 然后执行第一个第一个路径点 然后以一个五赫兹的五赫兹的频率 然后重新规划一个新的一个轨迹 然后呃这一部分就是environment dynamic mode 就是环境动态环境的一个模式 然后他们假设在每一步重新规划 呃在每一步重新规划 然后用于考虑最新的一个观察结果 观察到一个身份呃动态环境 对于感兴趣的尸体作为一个物体的任务 然后只研究一个有接触点和推动方向 还有一个推动距离参数化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推动模型 然后基于一些起去启发式的动态模型 将输入的点源沿着一个推动方向 然后去平移推动距离 推动动作参数 然后去执行一个预定义的一个推动原语 然后然后第二第二大部分就是 Voxposer for everyday manipulation task 就是将Voxposer去应用于一个日常的一个机器人 操作的一个任务中 然后左边那张图就是 他们呃与大元模型和那个之前那个呃 大元模型加那个primitive就是动作呃 动作原语之前呃动作原语相对比 然后与他们这个Voxposer相对比 然后在静态和动态中 在不同的还有不同任务中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呃Voxposer的Voxposer Voxposer可以有效的去合成一个机器人的轨迹 而且具有较高的一个呃平均 实现的平均值 对 呃第三大部分就是他们尝试了去把它呃 对把这个Voxposer对位鉴的指令或者一些属性 进行一个泛化的实验去研究这个Voxposer的泛化泛化能力 然后设置了一个呃模拟环境与真人世界相仿的 然后具有一定的固定的一个物体物体列表 有一个柜子还有十个颜色的方块或者线条和 还有固定的一个模板指令 其中就是他们的属性就是包括object和他的pose应该position 他们的物体的类型类型和这个position应该是他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指令和属性就是分为就是呃以键和位键 SI代表是就是左图的也就是对应左图的就是SI就是以键呃 UI代表是位键的一个指令 SA和UA代表是以键和位键的一个呃属性表 然后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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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他们将他们将这个指令和属性就是分别为分别就是在就是设定为以键或位键组 然后进入一个组合 那说明他的方法一定很强啊 它这个On-Sea的instructor,On-Sea的attribution,它都能够做到65%和76% 然后他们进一步就是,也进一步又分成了两类,然后其中就是 对象交互就是需要与对象进行交互的任务,就是 也就是说直接与就是记忆人进行接触的一个一些 一些任务,第二就是空间组合,其实也就是说 在需要去考虑记忆人在诡异中,去考虑环境空间中的一些 约束的任务,有一个空间约束的任务,然后对于一些 相对比的一些baseline,他们去对比较一些 比较一个GUNET的一个motion primitive motion primitive,还有一个低于在大,在大远模型中 还有一个就是将大远模型与 primitive相结合的一个模型 把这三个模型就是相对比 Hours就是他们最终的worksposer 然后就是,左图就是显示了他们的一个对比 然后去,表2其实就显示了每个任务的20个场景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成功率 然后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模型在测试测试上还是比较 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关于他们的一个准确率 无论是在,是在那个位键,位键的属性表或者是以键的属性表中 他们,他们这个模型的放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第四部分就是,Efficient to make learning with online experience 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动态,动态在线学习 就是对于,对于就是看不见的决定 就有zero shot的一个泛化能力 但是他们研究就是,worksposer如何在涉及更具有挑战的一个 接触丰富动态的一个任务中 从在线交互中进行一个受益 因为就是很多模型就是,很多行为就是 气味差别可能不存在于一个大眼模型中 因此他们研究了一套模拟的任务 就是去涉及常见的一些交接的一个对样的交互 比如就是打开门或者是打开冰箱窗户 然后去假设由于,虽然由于难以探索 这一任务对于自主代理来说就是,还是具有挑战的 但是他们的,worksposer的 基于zero shot的合成的一个轨迹 将为探索能够提供有用的一些提示 就是他们实验的思路就是 去把这个指令去分解 然后分解成不同动作 然后最终去,最终去实现他们这个指令,指令内容 然后表3就是左,左,左出来说 就是对于这些涉及到与交接物体复杂的一个相务 相互作用的一个任务来 他们发现就是,worksposer的一个合成的轨迹 还是有,还是有意义的就是 呃,有意义的通过使用这些 呃,首先就是那个 no prior prior和with prior就是有 区别就是有无一个鲜艳的一个检,鲜艳的一个探索 然后呃,没有鲜艳的探索来说 虽然成功率是呃,成功率呃,成功率也是有的 但是他的一个时间线 超长的,超超长而已 然后,在有鲜艳,有鲜艳探索的时候的时候 他们的成功率是提高了挺多的 然后他们的时间也是能够在规定范围内 就是在可可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范围内去执行出来的 就是去展示的呃,展示就是他们这个呃,模型的一个能力 呃,最后点就是error breakdown 呃,就是错误分析 呃,因为就是涉及到很多组件 然后共同工作去合成各各种操作任务的轨迹 因此就是他们去分析的各个组件产生的一个误差 然后,如左凸所示,就是像unite和np 就是motion,呃,motion primitive 然后进入一个结合 然后poser是大眼模型与一个motion primitive相结合的 呃,呃,因此就是可以,可以 呃,就是unite和np unite加np训练的unite 直接将rgbd观测映射到 观测,呃,观测指径映射到一个直映射 呃,到直映射 然后最后有一个运动规划器np 然后使用 因此就是没有独立的感知模块 这里的规划误差是指unite的误差 然后,例如一些难以优化的一个造声的 造声的预测,然后 呃,而大眼模型和permitive使用的是 呃,大眼模型顺序组合的原域 然后,呃,因此没有动态的模块 对于这个,呃,对于这个极限和voxposer 呃,规范错误是指大眼模型在组合 呃,在组合策略或者是组合值 呃,组合值映射方面的一个错误 相反之下就是voxposer虽然使用了就是多个 多个那个组件 就是,但通过将其制定一个基于联合模型的一个优化问题 就是首先之前提到的一个 主要把这个问题进行公式化 做一个呃,定性为一个去优化的 优化轨迹的问题 然后voxposer 然后实现了最低的一个整体误差 呃,其最大误差 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感知模块 就是它的,呃,vrm模块 嗯,嗯,嗯 最后就是他们,呃,总结来说 就是他们提出了voxposer 这一个呃,机体能操作的一个框架 然后它从大元模型中去提,提取的 一些可供应一些约束性的楼梯 然后为开放集的一些指令和对象 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一个泛化能力 特别是,特别是主要还是利用它的那个 编写代码的能力 然后实现与一个世界元模型的一个交互 然后去观察空间中,呃,呃, 然后在这个观察空间中去构建一个3D Vetal Map 然后可以用于就是日常的操作任务的一些轨迹的实现 然后也展示了他们的这个,呃,效果 然后虽然就是,呃,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过于依赖 也会依赖外部感知模块 也就是刚刚的误差分析中也是显示书 它大部分的误差也是来源于外部感知模块 第二点就是,呃,虽然是,呃,是用有效的动,动力学学习 但是仍需要动力学模型 然后来实现与泛化同等水平的一个任务 然后第三点就是他们虽然他们的运动规划 气质考虑一个末端的轨迹 而且是全臂规划也是可行的 呃,但也有,也可能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设计选择 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他需要一个手动提示功能 这是这篇作文主要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是他,他实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讲解 主要还是就是在这个大野模型和visual language模型 模型就是,让小虎先去识别这个目标区域 然后watch outforget us 然后去识别这个约束性的条件 然后,不能碰到它是吧 对,然后进行一个motion flying 就是一个动动规划 然后继续绕过这个,就他们实现 这一般都是在八倍速的就是情况下 然后进行演示的 一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慢一点 ok 谢谢 老还有还有一点是我 还有一点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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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